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李强 蔡奇 丁薛祥出席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审议学位罚草案 关税罚草案等 赵乐际主持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辽宁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相关情况 神州18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列 各系统准备就绪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 以军准备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撤离巴勒斯坦平民 然后发动地面进攻 国际社会担忧以军行动将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波兰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波兰做好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北约盟友核武器 俄罗斯方面称 如果波兰境内出现美国核武器 将成为俄方合法打击目标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号下午在重庆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 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 进一步形成大保护 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作谈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四川省委书记王小辉 陕西省委书记赵伊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先后发言 就推动西部大开发 汇报工作情况 提出意见建议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做出部署五年来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 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 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同全国一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同时要看到 西部地区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要切实研究解决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 因地质疑发展新兴产业 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 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 建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升级 提质 增效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产品精深加工度 促进中央企业与西部地区融合发展 把旅游等服务业打造成区域支柱产业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探索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助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加快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 强化生态资源保护 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建设 深化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污染防治 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 有序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 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完善沿边地区各类产业园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 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 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 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 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做大做强一批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加强管网互联互通 提升吸电东送能力 加强矿产资源规划管控和规模化 集约化开发利用 加快形成一批国家级矿产资源 开采和加工基地 提高水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创新跨地区产业协作和优化布局机制 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 大力推进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积极培育城市群 发展壮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 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 公共服务共享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支持力度 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培育一批农业强线 工业大线 旅游名线 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因地质疑推进城镇化进程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扛好重要农产品文产保工责任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应有贡献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推进一风一俗 积极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系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实现扫黑除恶常态化 保持基层稳定 群众平安 习近平指出 要坚持住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民族地区要把住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贯彻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紧贴民生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都劳民生底线 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全面准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加快建设互嵌视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促进各族群众交往 交流 交融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持续治理非法宗教活动 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 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 努力实现边民富 边官美 边境稳 边防顾 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 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 中央有关部门要研究提出 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西部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扛起主体责任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 深化对口支援 定点帮扶 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抓好党籍学习教育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完善决策机制 重大政策 特别是设民生政策出台前 要进行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 实施中出现问题 要及时调查 果断处置 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 专业化干部队伍 建立健全考核激励制度 关心关爱基层干部 特别是条件艰苦地区干部 激励干部 锐意进取 大胆开拓 担当作为 李强在讲话中表示 要认真学习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既从大处着眼 将西部大开发 放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定位思考 统筹推进 也从细处着手 根据各地禀赴条件 发展潜力等差异 因地质疑 分类失策 要立足特色优势 培育更多带动区域发展的 增长级 增长代 助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提升特殊类型地区发展能力 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 和稳定发展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主动对接国内其他区域战略 积极融入国际循环 增强西部发展动力活力 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 推动西部大开发 不断迈上新台阶 承担好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精准科学依法制污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加快推动发展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 因地质疑发展新制生产力 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 李干杰 何立峰 吴正龙 慕红 江信志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有关地方 有关企业负责同志 参加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 23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袁鼠红作的 关于学位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草案二审稿在立法目的中 增加保障学位质量等内容 进一步完善学位工作体制 授予条件 授予程序 和涉外学位方面的规定等 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和平作的 关于关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草案二审稿适应跨境电商发展要求 对相关领域扣缴义务人 做出明确规定 增加关于原产地基本制度规则的 相关内容 将便利纳税人的有关做法 上升为法律规定等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 就关于提请审议 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就关于提请审议 会计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毅 就关于提请审议 统计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李春林 就关于提请审议 能源法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张克简 就关于提请审议 原子能法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 就关于提请审议 反洗钱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司法部部长贺荣 就关于提请审议 农业技术推广法 等三部法律的修正草案 草案的议案 做了说明 贺荣还做了关于 授权国务院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 暂时调整适用 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 受国务院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邓丽 做了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毛里求斯共和国 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 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尼泊尔 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 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塞内加尔共和国 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希腊共和国 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做了关于2023年度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廖民做了关于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 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4月23号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云南昆明开幕 会议认为 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要更好发挥阅读的基础性作用 深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 不断拓展阅读的深度广度 提高全民阅读的质量水平 要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加强阅读引领 引导人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著作 多读古今中外经典之作 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本次大会以 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 将举办阅读推广 主题发布和全民阅读大讲堂 春城书香长廊等活动 旨在持续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进一步在全社会 含誉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风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辽宁省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2023年 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3% 十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增速 经济总量占上3万亿台阶 辽宁央地合作重点项目156个 总投资1.3万亿元 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8.8%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8%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总量增速 均创13.5以来新高 要经过不懈奋斗 努力把辽宁打造成 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 重大技术创新扯远地 具有国际竞争地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 高品质文体与融合发展示范地 东北亚开放合作虚纽地 今年 辽宁将以建设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为目标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 接下来 辽宁将依托科教资源优势 加快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 冶金新材料产业 优质特色消费品工业 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持续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壮大新字号的 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今天 神州18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组织全区核链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 统一调度下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 实施连条连控 全面模拟发射准备 发射 以及飞行过程中的 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今天的全区核链 是神州18号发射之前 最后一次要速齐全 最接近实际发射流程的一次核链 这次核链的结束 也就意味着神州18号 传箭组合体进入到了临射阶段 火箭状态良好 经过测试 功能引性能指标满足要求 具备后续发射的条件 目前发射厂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后续将按程序 进行火箭推进机加注和发射工作 空间站发射前 还将进行调向工作 为神州18号飞船 与空间站交汇对接 做好准备 第135届广交会第二期今天开展 展出时间从4月23号至4月27号 本届广交会第二期 展出建材及家具 家庭用品 礼品及装饰品三个专业板块 共15个展区 线下展展览总面积51.5万平方米 展位24600多个 参展企业9800多家 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 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 超1400家 比上届增加300多家 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绿色环保材料 呈现出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趋势 所以我们觉得来到广交会是非常好的机会 本届广交会第二期进口展 共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家企业参展 其中共有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44家企业参展 占比约65%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 今天对外发布 经过三年多的精心筹备 2024成都市园会各项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将于4月26号正式开幕 本届市园会主题是 公园城市美好人居 除花卉园艺展览展示外 还将举办各类活动 共计2000多场次 平均每天多达10场 预计将吸引500万人次前来参观 此外 成都市园会同步推出多项便民措施 开设了多条地铁 公交专线 倡导绿色低碳公交出行 同时创新票物和支付方式 天府国际机场 市园会游客中心等服务窗口 将为国际游客提供便捷国际支付服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明两天 华南 江南等地的强降雨范围较前期有所缩小 但广东 广西 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稻暴雨 局地大暴雨 24号夜间起 华南地区的雨势将再度加强 广东大部地区将有暴雨 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或突破250毫米 今年 珠江流域北江第二号洪水正全线回落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一批高级认证企业便利措施 包括降低检验检疫监管频次 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等17项措施 进一步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高级认证企业是海关认证的高资信企业 近日 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击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2024专项行动 2014年以来 公安部连续10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猎狐行动 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9000余名 追赃完损近490亿元人民币 今天 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发布 全球隧道和地下空间行业50大标志性项目 深中通道城管隧道 港珠澳城管隧道 以及横广复县大摇山隧道等9项中国工程入选 是全球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全国胰岛素接续采购今天产生重选结果 本次接续采购共13家企业53个产品参与 其中49个产品重选 重选价格在首轮集采降价基础上 又降低了3.8个百分点 重选结果将于5月份在全国落地实施 与上一轮集采平稳有序衔接 让患者持续受益 2024年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 启动仪式 继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主场活动 今天在珠海举办 各地将以文旅会民乐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 围绕传统节日 法定假日和暑期等旅游旺季 推出特色文旅活动 新型消费场景和消费会民措施 拉动文旅消费热情 4月28号起 国航将陆续新开北京至利亚德 北京至达卡航线 副航北京至马德里至圣保罗 北京至马德里至哈瓦那航线 届时 国内航空公司航线网络 将重新覆盖至全球六大洲 全民阅读大会 2023年度中国好书 今晚七点半 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科教频道播出 节目将揭晓 年度主题出版类 人文社科类 文学艺术类等类别上榜好书 并通过多种形式 对中国好书获奖图书 进行盘点和分享 以色列国防军22号称 乙军在加沙地带中部 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目标 摧毁其设施 哈马斯方面同一天称 在加沙地带北部 拜特哈嫩地区和加沙城 同乙军作战 打击乙军集结地 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称 以色列国防军正准备 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 撤离巴勒斯坦平民 然后发动地面进攻 预计在拉法的作战行动 将持续至少六周 但行动具体时间 目前仍不确定 以总理内坦尼亚胡 此前反复强调 乙军将对拉法展开地面行动 目前有超过150万巴勒斯坦平民 在拉法避难 国际社会担忧 一旦乙军对拉法 发动地面攻势 将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联合国健康权特别报告员莫福肯 2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加沙地带的卫生系统 已被彻底摧毁 当地民众在各个层面的健康权 都遭到严重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 俄军打击了乌军防空阵地 无人艇储存点等目标 击落乌军240架无人机 俄军还在顿列茨克地区 取得新进展 近期控制了多个居民点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 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防空系统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乌方还称 俄军22号袭击了哈尔科夫一个电视塔 当地电视信号中断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塔上设有乌防空通信系统 俄官方尚未回应 据波兰媒体22号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在接受采访时称 波兰做好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北约盟友核武器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2号说 如果波兰境内出现美国核武器 相关设施将被俄方立即列为合法打击目标 国际人士指出 俄乌间的冲突因美国为首的北约而起 美国北约不断拱火 导致冲突持续升级 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的拱火 这场俄乌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北约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工具 为了私利 美国不断将欧洲国家推向前线 北约一直是一个侵略性联盟 现在更成了一个战争联盟 不断扩张升级危机 如果不停止升级冲突 不专注于外交等措施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战争爆发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2号 非洲地区高级别反恐会议 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召开 聚焦不断升级的地区安全局势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纳穆罕默德表示 2023年 全球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数激增22% 达到8352人 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恐怖袭击死亡人数 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一半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当天表示 应建立一支地区反恐部队 应对当前局势 22号 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 一度跌至154.85比1 为约34年来新低 日本财务相林穆俊一今天表示 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以妥善应对 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暗示着存在日本政府干预汇市 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的可能性 报道称 近来美国提早降息的预测降温 促使市场出售日元 购入美元的势头占优 马来西亚军方今天说 马军方两架直升机 今天在马来西亚霹雳州 进行飞行表演训练时 相撞坠毁 机上10人全部遇难 马来西亚国防部表示 将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